这窝燕子到底在怎么办呢 这是他们放弃的单 因为这个帘子他实在太害怕了 他就把这一窝放弃了 然后就去家里弄了一个窝 这个家开始装窗户和盲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儿做了一窝燕子 这个燕子是在拆了窗户和盲的时候 他以为这个家以后就不用了 所以他就在这儿弄了一个窝 一天一晚上就弄起了一个窝 这个窝就是厨房的内密窝 他不是放弃了吗 他就安到这儿来了 然后就在这儿弄了个窝 但是这个房子不是在装修中吗 这已经在窗户和盲了 可能明天就要弄这堵墙了 就要重新刮大白了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困扰的问题就是 那不过燕子该怎么办 姐夫和工人哥哥他们就计划着说 把它直接平产掉 然后后面给它上个木板 给它移到外面去 这个叶子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就都回窝里了 然后两个叶子都回去了 那个时候大叶子和叶子蛋都在的情况下 一起给它移除 移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不太想破坏它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行 当时他弄这个窝的时候 晚上人们睡觉了 他一晚上就弄了一半 第二天一天 他就把这个窝给盖起来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也特别不想破坏它 我们特别想给它找个安身的地方 小动物我们真的是好奇怪 它们真的好可爱 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一起资个招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去保护它们 该怎么去让它们继续繁殖 不受到伤害 这一窝叶子应该怎么给它移除呢 有没有人能懂的 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一下